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 韩国的多家俱乐部 他是排坛的长青树 和他同年代的主攻手 中国的王一梅 日本的牧村沙芝都已经退役 而金阮景从17岁进入排坛 今年32岁 还活跃在球网前 今天的体坛大魔王 一起了解韩国的国宝级排球运动员金阮景 金阮景1988年在韩国全罗南道出生 他的大姐曾经打过排球 小时候金阮景看大姐打球 觉得很帅气 在小学四年级时 也开始接触排球 因为大姐打球中途放弃了 所以父母和金阮景有个约定 希望他既然决定打排球了 就要坚持到底 所以一开始 金阮景就抱着要成为 职业运动员的想法去打排球 到了中学阶段 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 所以在球队中只能担任自由人 也因此被安排进行了大量的 后排基本功训练 但是到了高中 金阮景一下子长高了20公分 终于可以作为主攻扣球了 而当初良好的基本功训练 也让拥有出色进攻能力的金阮景 同时兼具漂亮的一传和后排防守能力 成为一个技术全面的球员 2005年18岁的金阮景从韩日电算女子高校毕业后 就加入了韩国的排球俱乐部 辛格生命 2009年到2012年 是金阮景的黄金时期 2012年伦敦奥运 韩国女排被分入有死亡之组之称的B组 同组的其余几支队伍 分别是美国 巴西 中国 土耳其 塞尔维亚 外界皆不看好韩国女排 然而奥运一开赛 金阮景表现突出 韩国女排不但在美国手中抢下一局 接着击败塞尔维亚 赢了一场 这也打破之前七战七败的战绩 士气大震 此后金阮景带领韩国队 以3比0打败2008年奥运冠军巴西 最终以小组第三的成绩突围死亡之组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对阵2011年的世界冠军意大利 金阮景再次犹如神助 韩国女排以3比1 立刻意大利晋级奥运四强 尽管最后败给了美国和日本 排名第四 没有获得奖牌 但这已经是韩国女排 即1976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金阮景总共哄下207分 成为这季奥运的MVP与德芬王 几乎没有肥忧胜球队的成员 能成为MVP的 但是金阮景做到了 金阮景以强劲的攻击毁力著称 前面说过这得益于他上年时的训练 他的防守技术精湛 一传到位率高 加上一手大力跳发的绝合 是其他球队的重点篮防对象 而郎平则独驾金阮景 打球聪明 打法变化多 令对手无法猜测 猝不及防 我觉得他我们很多的技术方面是要向他学习的 另外他也是在球场上能够把自己的球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领袖的位置也是非常少有的 通常有本事的人脾气也都不小 金阮景在20岁出头时也曾是蒙女一个 年少轻狂的时候 他曾在比赛中因为不服判罚指着裁判让他下来 当然顶撞裁判被罚了款 认了错 从2005年到2009年 为韩国新国人寿俱乐部效力的几年礼 金阮景为球队赢得了三个冠军一个亚军 之后他决定离开韩国去日本俱乐部打球 增加历练 在日本的GT雷霆俱乐部效力了两个赛季 2011年他来到欧洲 转会土耳其的费内巴切女排俱乐部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带领球队拿下来欧冠冠军 金阮景在费内巴切打了六个赛季 在土耳其一待就是六年 土耳其球迷对他很好 他和俱乐部有了情谊 于是兵主敬欢 六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六年之后2017年 金阮景从土耳其来到了中国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他在上海效力一年 住在上海 韩国的综艺节目 我独自生活还记录他的这段时光 你好 可以送外卖吧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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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叫我女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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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这些都在韩国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竟然景加盟上海的排球俱乐部 他自己说有10%的原因是他的好朋友 中国女排运动员马英文 除了马英文 竟然景还和曾经很多 隔往相对的中国女排队员成为了好朋友 朱婷 慧若琪 张磊 龚翔宇都和竟然景 场上是对手 场下是朋友 2013年亚锦赛 朱婷与竟然景第一次隔往相对 朱婷18岁 而竟然景正是他那时的目标和偶像 赛后 竟然景和偶像有了第一张合影 竟然景将自己的比赛服送给朱婷 鼓励他快快成长 2015年 世界杯朱婷买了脚 竟然景带着康复设备看望朱婷 2016年 他们又在土耳其排球超级联赛项里 比竟然景小六岁的朱婷 后来居上取代了偶像 成为了世界第一主攻手 把偶像的成绩变成了历史 但是两位优秀的球员依然是信心相惜 以前你曾经说你的偶像是金软景 对吧 现在呢 也是啊 现在依然是金软景 嗯 正在休息 正在休息 我从初来都会变成了一个偶像 我一直在担心 我一直在担心 照片和封印象 之类的 但她当时变成了LEO的主持人 我认为她会改变她的心 为什么她还在乱 所以我也很幸福 在上海女排短暂的一年之后 2018年金阮景再次回到土耳其 加盟了吐槽的另一个豪门 伊萨奇巴西俱乐部 在之后两年的试剧杯上 帮助球队获得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在日本土耳其和中国流洋的十年时间里 金阮景还兼顾着韩国国家队的目标日务 2020年初金阮景在亚洲区奥运资格赛中受伤 但是还是坚持着帮助韩国女排 通过附加赛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随后金阮景收拾行囊 结束刘洋生涯回归韩国排坦 重新穿上了粉色球衣 回到了他18岁时的球队新国人寿俱乐部 韩国媒体本以为 因为新国人寿俱乐部所能给出的年薪 比在国外打球要低很多 金阮景的回归谈判过程会很漫长 结果金阮景主动在新国俱乐部给出的条件上 再降低薪水 无条件地做出了回谷的选择 而主动降薪的原因 是希望把费用多留给年轻球员 对于金阮景来说 能够回归韩国联赛 他已经不考虑薪水了 一切都是为了东京奥运会 他需要回到国家队队友比较多的球队中 磨合一段时间 才可以更好地培养默契 高人气的金阮景回到韩国后 少不了上各种综艺节目 头顶着明星光环的漂亮姐姐金阮景 综艺效果十足 在节目中很受欢迎 至于明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 竟然仅耐时就33周岁了 不出意外的话 将是她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这个韩国女排的定海神针 自然是希望可以带队 拿下理想的成绩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留下漂亮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